相信很多广东人一定会品尝过扬州炒饭这道色 香 味剧存的特色美食 不过你知不知道扬州炒饭真的来自扬州吗 想知道扬州炒饭的起源 就要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的广州 当时广州有一间叫聚春园的淮阳菜馆 以下人 叉烧和海参制作出一道名为扬州锅巴的菜式 其后由酒楼将锅巴改做炒饭 名为扬州炒饭 结果大受欢迎 于是越式扬州炒饭就这样在广州广传开去 加上很多国人移民外地也将这道越式炒饭带到世界各地 令它成为一道世界知名的美食 另外 随着时代发展 海参价格越来越贵 于是就被叉烧取代 令扬州炒饭价钱和口味变得更大正化 口感和味道亦有所提升 正正因为扬州炒饭用料简单 白饭鸡蛋叉烧利下人这些材料都容易买到 所以在酒楼 茶餐厅 路边茶当 一只快餐店都可以看到这美食的踪影 成为粤港澳一带常点的美食了 下一集再为你分享其他有趣冷知识 再见